大型货车再来全新的电动机车 准备先货给经销商 员工们忙机忙出 将新的机车足以扫描 收到仓库里准备交给车主 基隆电动机车申请台数 突破8000台 厂商忙着交货 每天送来80多辆机车到经销商 不过民众来领车的速度 似乎赶不上新车送来的数量 导致经销商忙到晚上11点 还在交车 就没有人来钱 然后就积月积月的 是说怕掉还是弄坏还是什么 会没位置放啊 一天塞那么多车 我们怎么 业者特别租下三个空间 来当仓库 消化陆续送来的机车之外 还有民众向4亿元反映 新一区的换电站不足 导致新一区的车主 必须跑到安乐区 或者中阵区换电 相当不方便 消化机车只有设置 我们校中里面的活动中心 然后新一区公所 跟中正区公所 目前我知道就只有这三个点 那因为都还没有通电 都还没有通电 那刚提到这个换电站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除了 光阳的这个机车航 有设置这样的一个换电的 换电站 有设置换电站 那我们希望说 其他的有一些公家的 一些单位的机关的空间 可以放置这样的一个换电站 实际来到校中里李明慧堂 目前只有一间 Gogoro换电站 至于中华机车充电站 已经设置完成 但还没有通电 我们山澳跟地区 这几个地带呢 目前的话 充电装饰完全不够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 这个中华 再加上光阳 已经发了这个 所谓的几千辆的 那但是问题是呢 我们目前的配套 措施完全没有跟上 那未来的话 当然会影响到的是 我们用户们 大家充电的这个权益 那刚刚的话 也有听台电的同仁 也有在讲 说呢 我们的厂商呢 并没有来去做 申请这个充电站 接电的部分 那所以呢 市域这边呢 要告诉这个市政府这边 刚刚环保姐在 那跟她讲说呢 要赶快的要求厂商 未雨绸缪 先设置好充电站 这边这个充电站 总共有16个车桩 充电的这个电动车 充电桩 有16个 所以因为位置的关系 那个因为数量比较多 所以我们有一部分 放在这边 那有一部分会放在 活动中间的广场 那是先暂时先放这样 但是因为目前还没有 这个电的部分还没有通 还没有申请还没有通 所以目前是暂时 先放在这个地方 而来到西区公所 光阳换电站及中华的充电桩 都已经设置完成 但是议员韩世玉实际了解 目前也都还没有送电 现在在这个新医区公所 外面 那幸二路上 那因为我们的充电站的话 设置完 但是呢 目前还没有台电来接电 那如果没有接电的话 你变成了 这个充电站就没办法用 那所以也会导致我们非常多的民众 那大家都只能到这个所谓的安乐区 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去充电 那这样的话对于很多的用车的民众 非常的不方便 那我们刚刚看的校中里那边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也是一样 就是说也设置完了 但是呢 后面的后续的接电的方面的话 厂商呢 没有人去做申请 所以我们也呼吁一下说厂商 应该要尽所谓的社会的责任 那尽数呢 把我们的充电站部件完毕 那部件完毕以后呢 大家才不会因为充电而造成困扰 针对电动机车陆续交车 市议员担心充电桩及换电站不足 恐怕会引起抢电大战 市府方面回应 已经请厂商加速建制 我们会密切督促业者设置充电站 也希望业者尽速申请 让车主能够不用去担心充电的问题 基隆电动机车如果如图的交车 车主们期待各区的充电 换电设备能够普及 骑车上路才能够更方便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导 要用这种的 因为那个